哈喽大家好 我是海鸥 今天来给大家分享一款既简单又非常好喝的满杯百香果 那让我们进入制作环节吧 先将百香果汁取出来 一颗新鲜的百香果 大家可以取20到30毫升的百香果肉 然后我们将小青菊对半切 选客杯中先放入一片青柠檬 一对半小金菊 用柠檬锤稍稍微浮汁 然后加入250毫升的茉莉绿茶 再加入50毫升的果汤 因为我们这里是选用的新鲜的百香果汁 所以我们果糖是减少了10毫升 因为冷链的百香果汁 它的酸度更强 然后我们搅拌一下 大概三到五圈 再加入冰块到七百的刻度线 然后我们将它轻轻的雪刻一下 因为新鲜的百香果的特力比较饱满 所以我们不需要太用力 最后将它倒入到杯子中 再加一个百香果做一个装饰 那这杯产品就做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了 如果想了解更多产品系统 以及开店干货 请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小兔奔跑餐饮学堂 记得关注我们哦 拜拜